如果現在我們的藍綠木還沒有到你家 你從這邊找也可以 你看我找這裡有煙的有瀑布的 今天比較冷 不太適合瀑布 我們用煙就好了 好點進來 那一樣的按著它丟丟丟到這裡來 有沒有 這樣就有一個煙了 那現在它在我上面 你進來了之後呢 稍微留意一下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如果是用影片 而不是用這個視訊的話 它影片播完一次就會自動消失 在OBS裡面的處理是這樣 所以你就點兩下 點這個兩下 如果沒有進去沒關係 從下面也可以 點兩下 請你把它一個叫做循環勾起來 這樣子你的影片就會不斷的循環在播放 不然它播完一次就會自動停止 就會自動停止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確定 那這樣子 它影片會不斷的播 怎麼樣把它做 去背的動作 在上面按滑鼠的右鍵 有一個叫濾鏡 倒數第2個 濾鏡 濾鏡按一下 那我們現在需要用到的就是下面的這個叫特效濾鏡 特效濾鏡的部分 倒數第4個 在這邊 在這邊 有一個倒數第4個叫做濾鏡 你要找的是這個 這樣有找到了嗎 等一下反正藍幕綠幕 會到你家 如果沒有的你先下載那個藍綠幕影片都可以 好 我就點進來了 給它一個名稱 沒關係 我就確定 OK 你看 我的後面這邊 現在這裡 有沒有就去背了 現在剛好到它比較 這個煙比較沒有的時候 等一下還會再出來 還會再出來 所以它預設其實用的就是綠色 那如果你剛好 你的那個是 藍色的 你就變成藍色的 那我們在調整的時候啊 要怎麼調 調這三個而已 我們主要調的就調這三個 相似性平滑度跟什麼 建設溢出這三個 而且是由上往下調 這個順序蠻重要的 1 2 3 因為相似性是最主要的 就是它控制你整個顏色的相似度 再來呢 平滑度控制的就是人像或者是你物件的邊緣 因為在邊緣的地方它會有時候會有點 綠綠或藍藍的就去不乾淨 那這個時候就是用平滑度去控制它 平滑度控制它 所以你看我現在煙有沒有出外比較多了 好 那 這個呢 溢色溢出 溢色溢出這個就是 越接近 往右邊會變成黑白的 往左邊會越接近它原來的顏色 就是彩度 我們講的彩度 好所以像煙我只要黑色的 我就可以像這樣子 調就好了 那我用人的 給各位看你會比較清楚 按右鍵 濾鏡 來這邊 色度鍵 好進來了 你看我用人的 比較 人在這裡 所以我如果比較多有沒有人就不見了 這是主要的 這台你現在很清楚看到 我的旁邊有沒有有一點綠綠的 對不對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搭配一下我的平滑度 稍微調一下 這樣就OK 那這個呢 有沒有往右邊就變黑白了 往左邊就是會接近你原來的色度 所以其實OPS最主要就是像這樣子而已 那個煙很大 各位 自己演戲好不好 拍片現場不能 製作這種東西 這樣會嚇死人 沒辦法演戲啊 你不知道現在演戲都是這樣嗎 很多都是虛擬背景的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自己 處理一下 對不對 這樣就OK啦 所以你只要有適當的背景 不管你的背景是 動態的 是靜態的 那都可以很輕鬆的去完成 好啦 那我現在藍綠幕要到你家囉 如果你還沒有的 就請你先用 藍綠幕的影片 先試看看